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是识念处 那就是深受心法 我们经常听人家讲观是法 观身不敬 观受是苦 观心无掌 观法无我 但是注意 这个其实是偏重之说 偏重 我们虽然讲说观身不敬 但是识念处 它不是只有观不敬 观身不敬以外 它还有观身是苦 无掌 无我 所以底下说 这四法 虽各有四种 意思是说观身 所以观不敬 其实它可以观苦 无掌 无我 其他也是一样 观法不是只有观无我 它可以观无掌 观苦 不过 众生比较容易贪拙 想要保护它 喂它 养它 本来是不敬物也就是敬 所以众生 应多观不敬 受 感受 感受也有很多种 有苦受 有热受 有不苦不乐受 但是我们要观苦受 就是 一切有为法皆苦 比较能够跟道相应 心要多观无常 法要多观无我 底下说 那为什么只有说四念处 为何不说三念处 说五念处呢 他说凡夫人安眠入道之时 容易起四颠倒 四颠倒就是 常乐我境这四颠倒 为了破除这四颠倒 所以说四念处 破除静颠倒就说深念处 乃至破除我颠倒 而说法念处 来观法无我 所以说四种念处 不多不少 好 好